HELLO 維仙仙 今天想跟大家開箱加實測的 我相信你都知道Mega Forever終於都出新Cushion 如果是由以前看到我現在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剛剛拍片的時候介紹過 它那個白色的氣墊是超級好用的 上當年 之後它慢慢就沒有出 停產了 一路等等等等 終於都出Cushion了 跟大家試試新產品之餘 看看一整日持妝下來的效果如何 不過其實我已經連續用了超過一個星期以上 接近兩個星期 一路試 我想試足有什麼缺點可以跟你們立刻更新 但我真的試不到 我試也覺得很棒 很完美 我越試越喜歡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其實我現在皮膚狀態 臉的位置很好 嘴角有點小暗瘡 因為我又改了我的飲食習慣 之後它就立刻實在暗瘡 儘管一起看看它的遮瑕效果如何 首先 它們新出的系列 其實就是它們的HD Skin 說到HD Skin系列 你們一定不會不懂這兩個法寶 一個就是粉底液 一個就是粉餅 然後今次推出的Cushion 我覺得它集合了這個粉餅的高遮瑕 又有粉底液的鐵薄持妝 就是有點像這兩款產品得出來的一個Cushion 就是它是簡化版 就是比粉底液上妝更快之外 又可以跟粉餅一樣可以做到補妝的效果 真是很棒 除了新的氣剪粉底之外 還有新的三支遮瑕液的 遮瑕液方面也一樣出了新版 然後我喜歡它新版的這個尺寸多一點 它短身一點 因為舊這個真的有少少長的 所以變了有時候有些手袋放進去 也真的不是很方便 這個唇膏色真的很美 所以我今天也搭了一件 少少白色的毛毛衣服 對 因為天氣都開始涼了 好了 跟大家開箱簡介完之後 不如事不宜遲 立刻開始 首先我都用primer帶來上妝 這個是Make Up For Ever的Step 1 今次這支遮瑕液也建議大家選擇清爽的質地打底 因為它的遮瑕度比較高 而且它的底妝 爪粉 爪皮膚的貼幅度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選擇一些太滋潤的primer的話 就會影響了那個遮瑕液吸住你皮膚的效果 所以最好選擇清爽又不立心又容易吸收的primer就可以了 今次我會先上半邊面 我會用到這一支是3.3R 是帶小橙色的去吞黑眼圈 Mirror For Ever的遮瑕液 一向都有很多功能 你選擇遮瑕液的話 它可以做到調色 提亮 修飾毛孔 遮瑕疵 等等都沒有問題 它這次的質地我覺得比以往更加水和薄 我特別喜歡橙色這一支 因為它的質地再薄了的時候 有時候用它先調整了眼周的色素 然後直接上底妝 即是可以直接上Cushion 又或者上一些粉底液 它都已經遮了八九成的黑眼圈 我才會用手指印 這次Mirror For Ever都配了這支神吸掃 我幫它改的 是242號 你看到它是鬆身的頭 跟一般的遮瑕掃的樣子是不同的 因為它可以幫你把遮瑕膏 遮瑕得很均勻之餘 它不會全部吸走 就可以做到一個很薄 而遮瑕得鬆到的調色效果 你不需要再額外用任何的工具 你都可以把邊緣的位置遮瑕得很好 我先不想遮瑕膏 我就直接塗上Cushion 因為我想讓大家看看Cushion的遮瑕效果 這次Cushion也是做到24小時長效 保濕效果 有SPF50加、PA4加 我用的顏色是1N06號色 芯跟平時一樣都是Cushion的芯 我也會拿少許的份量 這次Cushion跟平時一般的Cushion不同 就是它是做霧面妝效的 我按了一下之後 都可以直接塗上Cushion 其實這個顏色是超級融合我的皮膚 它沒有白淨一點 就是直接沒有白淨到 是完全是我的膚色的色調 如果想多白淨一點的女生 就可以再選淺一號的顏色 不過我自己喜歡自然一點 這個也OK的了 最重要是它遮瑕度很高 你們看一下 我要按了一下上一半邊面 我是一點都不厚的 塗得 我是這樣輕輕 把它blend鬆 大家可以在近的 看毛孔 鼻翼的位置 全部都修飾得很好 很貼 它的保濕效果是沒有油膩感的 如果是混合性 或者偏油的皮膚 用不了Cushion 一般的Cushion 都很光澤 很滋潤保濕的那種 你塗上的臉 會油光滿臉的 這個是做半霧之餘 它質地很清爽 可以做到很高的保濕 就算是秋冬天氣 你也不會脫皮 它很自然 很裸肌 但又這麼高遮瑕 持妝度又好 大家待會就可以知道 持妝度有多好 去年也算有試到 一兩款好用的Cushion 但今年我真的沒有試到哪一款 我是嘩的Cushion 到今年年尾 Rera Forever出這個 我就覺得必買 作為一個美妝的Youtuber 我試了Cushion這麼多年 你以為我到現在 都還試到覺得很驚艷的Cushion 都是它 我由以前第一次試白色 覺得嘩 然後到現在 我就覺得嘩 如果乾性一點的皮膚 如果秋冬天氣 真的會脫皮 因為它的保濕度 雖然做到24小時 但它偏向清爽型 所以如果你們有一些 局部性的位置 會脫皮 甚至是過敏的那些 可以自己用油 去按摩到它 真是Smooth了 或者是塗多一兩層 保濕的primer 然後再拍這個Cushion 都沒有問題的了 油性皮膚 恭喜大家 所有偏油的女生 都終於可以有Cushion用 給大家看清楚少少少 這個 Before and After 然後我就上這半邊面了 如果平時比較多一些 抖印那樣東西 就這樣用Cushion 你多印一層 其實遮瑕度已經很夠 你看 已經遮得很好的 但不夠的話 可以再用遮瑕膏去遮瑕 但整個底妝已經完成了九成 給大家看我剛剛拍片 那個樣子 素顏的狀態 和現在上完底妝的效果 這次Make a Furver 其實也有出了一個粉撲 它很有趣 就是有上下底 是有少許膠的質地 所以它用來混合 一些很Liquid的東西 會混合得很好 它一樣都可以吸水發大 我放大給你們看一下 吸水之後 它就會帶了一個Double 其實它用來上遮瑕膏很好之外 其實你用它上Cushion都很OK 因為這邊淚溝比較厲害 所以會擦多一點點 然後這邊薄擦就可以了 不要忘記眼尾 不要只打量前面 你一定要記得打量後面 還有嘴角 給大家看一下整體的妝感 就是它很高遮瑕 但它沒有那種很厚的面具感 然後我會用它們這個碎粉 其實平日 秋冬天我用這個碎粉 我覺得有點乾的 因為這個Cushion保濕度很高 而且它有少許輕微的質感 我剛才說摸上面是有粉底feel 但是你不會覺得油或者厚的 這種質感 其實剛剛好找碎粉是完美的 我經常因為它的粉太小 經常不小心吸到會會觸摸 上面是超滑的 我化妝後跟大家報仕 整個妝就完成了 給大家看一下時間 現在是下午11點38分 我應該待會埋完結尾之後 我就出去了 然後回到家再給你們看一個最後一看 我們待會見 說話要小聲一點 因為我現在回到家裡 其實已經是晚上的 1點57分 凌晨12點 嘩 我們三個女生聊天 聊到天荒地老 我真的沒試過這麼晚回家 嘩 我要計算一下 我11點半上妝 15個小時 我已經上了15個小時 很瘋 其實我到後面 吃飯之前我又打算補妝 但我看到妝也沒什麼特別 我只是印了少許油 眼影有少許快 因為我沒有預期要出去那麼久 而且眼影已經沒有塗在primer打底 所以它是有少許容妝的 鼻翼的位置 它是有少許脫粉 因為它有輕微 兩邊鼻翼又出油 但其實我鼻的妝也是完整的 整個眼底你摸下去 還是滑 即是有碎粉的感覺 這件事很瘋狂 主要是這裡這個三角位 又脫了少許妝 紙巾又印到少許的粉底出來 都可以的 因為始終它們遮瑕度很高 但印完之後你看看 已經沒有油光了 好像又可以了 有少許的泛油 這個遲妝效果 會不會太瘋狂了 我沒想到我這麼晚 還在pression上面 它好像上了一款 很有保濕度的粉底液 但又有碎粉或者乾粉的那種感覺 你看看 真的輕輕在面盒位置拍些少許就可以了 都已經可以 可以下班繼續派對 所以主要是這個三角位 有少許脫妝 但15個小時左右 還有一些瑕疵的地方有浮現 氧化變色大概是有10-20% 因為我上完之後也覺得有少許氧化變色 但一定是沒有照片的時候那麼漂亮 混合性不算太乾 又會有少許出油 又想要有高遮瑕的時候 這個cushion很適合 因為它不是做那種透薄裸妝 又或者是那種水光機 甚至是膚質感那些妝感都不是的 它是有妝感的 但是它看上去是很高清無暇 好像很薄 你的底妝好像很淡 但其實它是有少許的妝感 我都不建議大家塗得厚的 因為它遮瑕度薄薄一層已經很高遮瑕 而且因為它高遮瑕 而且它的質地會比較爪濕皮膚 上妝那一下多一兩層 它會有一點多 所以薄上一層重點的時候加就可以 但反而你加一段時間 但你又上碎粉的時候 再用來補妝 它也是會抓得很緊 抓得很貼 好像沒什麼發生 可以繼續這樣 我覺得粉底液的持久度真的很誇張 跟兩位女士聊天聊了這麼久 我的聲音有點沙沙的 你看這樣補妝 而且剛才我cushion拍一拍之後 一些乾的位置 例如鼻液馬上保濕就好了 就是你三兩下手勢 就補好了妝 然後可以繼續去吃飯 或者你去喝東西都沒問題 好介意大家試 即使我平時喜歡透薄 拿肌感一點的妝容 我都覺得它出來的妝感 無限得來沒有負擔 所以我很喜歡 基本上是適合任何膚質的人 當然你可以因應你的膚質 妝前打底做一點工夫 你皮膚偏乾的 你可以塗多少少保濕 如果你皮膚偏油的 你可以塗少少控油在鼻液位 基本上你都可以處理到 這個cushion一整天的了 很滑 你看得出 你的底妝很滑 很乾淨 很full coverage 很無限 近期很多女生看到我都說 這皮膚很好 其實不是 我嘴角又生了暗瘡 只是它真的遮得很好 我會盡自己努力 去爭取最多的優惠給你們 今次應該也有少許提供給大家 可以看看下面的info box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也可以留言問我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